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这个混合理论 不是 本期这个 这个玩游戏的死宅 一般不下厨的这个死宅 要做点什么比较不错 把一切都交给时间 是吧 交给时间 煮个一个小时怎么着都能吃了 听着好像还挺有深度 欢迎收看合重食堂 我是42 本期合重食堂的主题是西红柿炖牛腩 西红柿炖牛腩嘛 我们需要的这个原料呢 基本就是西红柿牛腩原葱土豆 然后葱姜蒜什么的 怎么着炖菜你也不会做的太烂 而且比一些什么西红柿炒鸡蛋什么的 会有成就感的多 所以推荐大家不下厨 像我这样不怎么下厨的 可以偶尔尝试一次 做个这个提升一下自己的信心 首先第一步是番茄酱 开个机核电台啊 手机扔到里面 声音会比较大 先把西红柿切成小冰之后呢 然后拿一个炒锅 就是几乎在那用火的时候 都是小火 你给我开 诶 是这油吗 最想用的是这个 用锅铲就是慢慢翻炒 然后 然后压一下 添加白胡椒 这是一个小勺 不过这 然后加一点生抽 如果可以的话就不加烟 一定一定要慎重 尤其是像我这样 不怎么下厨 就是心里一点鼻数都没有人 有点大 OK 差不多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就是你在熬的时候 就是看到西红柿皮 又会落下来 如果你这个时候有心的话 你可以剪一剪 因为这个东西口感真的非常非常差 然后准备牛腩 这个买得不错 因为它已经给我切好了 肉的话 放置就最好了 然后拿出葱和姜 切几片就可以了 薄薄的切 一到两片 因为这接下来要做的是煮肉 一点都不薄 汤煮完之后 然后方位拿出来 换一口炖锅 装冷水 还是要用这个 这个汤的 所以这个料 你可以自己先留点数 把牛腩下锅 然后把葱和姜 就放在里面 在加热的时候加料酒 可能料酒加多少都可以 但是随心情 然后稍微手一小会儿锅 等锅开 开始有沫子 撇的差不多 差了好多 转成小火的时候 要炖一个小时 我觉得这个时候 应该把鹿池抛出来了 所以炖菜就是这点好 这个有些时候不用手锅 也不会耽误你玩游戏 是吧 这一个小时里就没有什么别的想说了 还是说我土豆现在就切了 加土豆的比较原因是我喜欢炖菜 就是口感粘稠一些 能切啥样切啥样嘛 反正就不要强求的炖 牛肉还没好利索 最好是把土豆放在水里 然后再切一些葱和姜 然后准备下一次爆锅 然后差不多牛肉就 牛肉应该炖的差不多了 因为我刚才这个水放的并不是特别多 好烫 把炒锅拿出来 我们家里会像这样用这个姜片 这真好吃 筷子真好吃 找龙马来再买 爆锅的时候可以早点下 不然的话很容易就糊了 就算是火很小 一时半会儿应该还不会糊 好吧 土豆下到里面 看到油差不多就已经完全滚下来 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完了 汤还是少了 这个还可以 就是汤基本上没过食材就可以 然后这个时候开大火 在等煮开的时候把番茄酱下进去 你看如果你之前准备酱的话 这个时候下进去之后会 它汤会很快变色 会对这个不怎么做菜的 我们会有一些信心上的知识 可以稍微揭一点点手把 现在这点酱都 OK 打盖盖上 然后这次是15分钟 这种时候你竟然可以去玩一局 已经15分钟时间还挺富的 准备一下15分钟煮好之后 最后要放的食材 根部有这个印记 你从这个印记下刀下去 就是不容易把汁水这个切出来 我就不切很大块 因为我实在是这个 并不会切这个样子 这个很有意思技巧 就是洋葱只有在这个根部被切断的时候 才有气味 然后我想想怎么切 应该是顺着一侧 最好的办法是把它切碎点 像斜水你看目前 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还可以 利索一些赶紧把它扔掉 OK 切完之后 它味道就开始这个 拿的离自己远一些 照料一下锅 多搅搅 把土豆压碎一点 然后到最后 等最后的最后5分钟收汁的时候 然后就会 汤就会变得很稠 特别喜欢做炖菜的时候 咕嘟咕嘟的时候感觉 就像这个 炼金树似 而且其实你说烹饪是炼金树 其实还挺有道理 反正炖菜嘛 其实真正有火候的炖菜 肯定都是会做好久好久好久的 把刚才切完的最后的一点西红柿和洋葱 倒到锅里 其实半颗洋葱就够了 但是我切了一整车 果然洋葱味非常非常重啊 盐哪 没有盐 这个瓶 是这个 如果我吃了它 我应该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把最后这点 就切一点葱花 周末的时候不会做饭 不会做米饭 因为就会多刷一个碗 其实还挺烦的 所以我推荐大家就是法棍 你可能会问 这个拿法棍跟拿个馒头到底有什么区别的 我觉得你用馒头会吃的比较多 不过如果你拿个法棍的话呢 你会觉得嚼起来挺煎熬的 所以你会相对而言吃的比较少 但是吃的少的同时呢 又不耽误你享受这个做饭和吃饭的乐趣 是吧 呃 呃 因为穷 嗯 汤就有想象的好吃 还有叶什么 再吃一口 还是满叶的 虽然结尾 出了点小小意外吧 不过 还是挺好吃的 好吃的比较好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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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各位